各位觀眾 我們月巴雞第二波售票開賣了 那上次沒有買到票了 趕快趁這時候把票拿到手 不然之後就來不及了 這次我們除了第二波票開賣以外呢 我們還加開了網路商城 因為之前有聽很多小黑粉友說到 當天不能去 可是很想買到周邊 那沒關係 我們只是加開了網路商城 假如不能來的人 趁這時候趕快把你們想要的周邊入手 我們2022年1月12號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姨 歡迎來到志昌國慶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是我們部長 大家好 我是部長 來吃飯了 吃飯 而且我現在才知道我認識部長超久 可是部長今天是第一次來工作室 你知道其實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你的時候 你就直接來我家了 你還記得嗎 記得 之前跟總新人啊 還有立方 然後去你家跳舞 我還說不認識他們喔 完全不認識然後就去部長家 對對對 所以你家現在還是在那 還是在那 還是在那 然後這次部長終於來到我的工作室了 很亂對不對 終於來了 其實我覺得比想像中的還要整齊 雖然說亂 但是至少都在一個位置 不是地上可能還有沒有地方走 對對對 還好 不會啊 畢竟還是工作室嘛 對 然後水族江很漂亮 有部長剛剛還聊說他以前有養過 對 我們家裡以前有養過 那你知道這個系列是幹什麼對不對 對 就是吃飯嘛 吃飯 就結束了嘛 沒有沒有沒有 吃飯 還要聊八卦 八卦是吧 欸 你們這一台上那個耶 上新聞 而且他們爆的超快 對 我們那天是發了一小時過後他們就爆了 因為我們想說我們平常做任何事情 好像都沒有人理我們啊 可能就是同行這樣 同行這樣討論啊 怎麼來新...還有新聞價值啊 好啦 那今天就你自己下漏就好 然後我就是從頭問這樣對不對 那首先當然就是問說 部長的名稱就有啦 為什麼叫部長 以及說怎麼踏入這個行業的 就是這名字很多人都會問啊 主要是因為我有另外一個朋友就是在做美妝的YouTuber 就是丹妮婊子 喔 是丹妮婊子 對 我從...我跟他就是在國小就認識了 那很久耶 很久耶 國小六年級的時候認識 那你們認識十幾年耶 然後他是隔壁班的 然後是到大學的時候又遇到他 同一班同一系 同一班同一系 以前是隔壁班 然後你是認到他 的鼻子 對 然後呢 他那個時候一開始其實是在做部落客 然後他其實沒有想要做目前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 丹妮婊姊我真的覺得你很適合 你知道他講話就是很討厭很好笑 很好笑耶 我就說其實你可以 然後只是因為他不會剪片 然後他也不會拍 所以他就是想說這方面他就不會 所以他就沒有想過說要做目前 對 然後因為我剛好是做剪接師的 所以我就說好 那我來幫你做這影片好了 我們就來想企劃 然後我就來剪這樣 然後他就叫我拍片部的部長 所以我就逐漸出現在他的一些 臉書文章這樣 後來怎麼脫離出來的 因為之後表姐他開始往美妝都放上去 然後你比較不熟 對 然後因為我也開始做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就兩邊就比較少 哎唷 確定沒有吵架嗎 確定沒有 確定沒有看到 我們有點像是那種就是 孽緣 對 孽緣 這個字很精卷 就是他眼睛像家人了啦 所以現在還有點弱嗎 現在還會啊 現在還會 就有時候如果剛好有什麼像 吃飯飯局之類的 對 像漫威好的 他可能看完以後 他有很多頁上他不懂 他會過來問說 這到底這為什麼 然後我就會回答他這樣 像這個時候我們就可能會拍子 就偶爾會有這樣子的工作 那你當初在進來的時候 你有看誰的YouTuber嗎 我一開始當然就是會看 做影片有哪些人 那時候你印象最深有哪些人 當時就是當然是立方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法蘭克啦 法蘭克我知道啦 我以前也會看他影片 當時就是超立方跟法蘭克 有 我記得我記得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他們的影片 然後去看一下他們的呈現方式 對 然後我就發現台灣其實有很多 包括當時很紅的是那個古阿末 當時就這幾個很紅 然後我就觀察一下 發現他們都沒有露臉耶 然後我覺得說 美國其實有很多影評其實都是露臉的 我就覺得說 好像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也不怕鏡頭 所以我就這樣做 所以他們也算啟發你 然後還有美國的YouTuber 對對對 那當初是怎麼加入加點吉他棒呢 吉他棒其實是 我們去參加那種媒體試片 其實遇到人都幾乎是一樣的 影評啊媒體啊記者啊 或者是編輯啊等等 就這些人 當時其實就有遇到立方 然後他之後就是因為 我們都有在看國外的YouTube 然後其中有蠻多頻道 像是那個我們很常看城市預告啊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他們其實都有做 就是電影討論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 欸台灣也可以弄啊 我們可以來弄啊這樣 所以立方就找了一些他平常有聊天的 他不是我記得他不是在群組PO文嗎 沒有沒有他就直接問我們要不要弄 他直接問 有時候我們就吃飯然後他就問說 要不要弄 我說好那我們就開始 就往那個方向去 那我們就要加點吉他棒 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 不是都會有幾個食物嗎 大烘飽吉他棒爆米花 這是最主要的注食嘛 對 然後當時就是知道說 欸有另外一個頻道叫做 爆米花電影院 我們想說 嗯我們不要這麼爆米花了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有什麼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到 欸還有一個就是吉他棒 吉他棒平常不會賣 對確實 平常的也不一定會吃 對所以我們就想到這個吉他棒這個東西 那現在就開始在加字 看著要加什麼 對然後我們就是剛好就想到就是加點 因為我們去美伊華 不好意思我要加點 他我說 有讓誰想要加點爆米花 可以跟我 舉手讓我知道 就是其中他們講的要不要加點吉他棒 就覺得欸這個名字不錯 所以就是這個名稱就誕生 因為名字五個字也是很平衡 那我們剛剛講到加入吉他棒的理由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說 吉他棒會怎麼解散理由 其實我們在經營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心中啦 就都會有一個 然後當時就是發現幾件事情都已經滿足了 我們就沒有得要繼續下去的頻道 了解了解了 對所以很多人覺得很多觀眾啦 可能就會直接聯想到說 是不是吵架 但是我會覺得說 很多觀眾應該都我在上班吧 那你在上班你要離職的時候 你並不會覺得說一定是跟老闆吵架 可能只是說年終不好 或是你自己想要 離開了 大家不會去直接聯想到說 啊老闆一定是欺負你啦 就是大家就往那方去啦 但其實不是啦 所以主要解散理由是挺順點到了 舉例像有哪一些 像第一個我覺得最好觀察就是 訂閱率 啊訂閱率 對我們人數其實照理說 你看我們當時五十幾萬的時候 去拿跟其他平衡品 你看上班不要看有段時間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是三十 對對對 然後我們已經五十多了 然後我自己會覺得說 雖然說我們的訂閱數好像比人家多 但就是我會覺得熱度是不一樣的 以前好像比較常破十萬對不對 對以前可能做一些內容 可是後來頻道也多了 而且很多有一類型的朋友就是 講電影的頻道 所以就很吃你們的市場資源 對啊然後所以我們就開始去思考說 我們的頻道定位要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就只是上傳 像譬如說立方做一支解析影片好了 就是放在吉他棒上面 其實就是觀眾的觀察是 他放在他的頻道跟放在吉他棒 就其實感覺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之後漸漸就開始想說 我們應該要把定位擺在 我們四個人在這上面 演創造的內容 擺在吉他棒上 那因為聊天室的東西 就是 我覺得台灣去其實不太 就是 不太吃這一塊 應該說我不想說 沒有人想看 我相信還是有人喜歡 看我們四個人 對還是有 只是那個人數不會太多 對大家都比較想要知道很快的 譬如說什麼 吃火鍋的五種方式 麻辣到這個多大 就是這種東西 這些東西也不是不好 這些東西其實是 有響應 有響應到他們的需求 對對對 所以我不會把情緒放在說 唉你們不懂我們這麼幼稚的東西 對對對 我只會覺得說我們的內容 可能在市場上不會是多數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 東西並不是主流 然後這樣自己頻道都有在做 這一點可能是最重要的 對我們其實賺錢為主的地方是自己頻道 對 然後警察棒這邊就是在 養好自己之魚 再賺錢 那如果有好的點閱有好的營收 我們就是再拚一分這樣 就有點像是一個 bonus 這樣子 可是警察棒應該是可以把 房租抵掉應該就很棒了 對我們基本上就把房租抵掉 跟網路費啊什麼的這種最基本的 抵掉我們就 OK了 很開心了很開心 懂意思 那接下來要聊到 解散的部分的話 是和平解散嗎 還是有一些無法化解的矛盾 我覺得 如果說沒有的話騙人的 因為如果可以化解 就不會解散 我覺得有些東西 並不是說好像就是 翻桌式那種草 這只是討論 然後討論發現有這些問題 能不能解決發現好像不行 那我們就還不如就是 趕快我們就收一收吧 先停這樣最好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頻道 假設是繼續走好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他可能表現越來越不好 我們大家可能就是 越來越力不衝心 武力 到時候我們解散的時候 可能大家的想法是說 蛤這頻道還在 或者是說 我看的是誰 那一個聲音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解散的話 可能還有人會覺得說 哎好可惜喔 對對對 那你對於嘉姐姐金拿棒的營運的方向啊 還有每一位成員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 電影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環境的問題很大 其實有一個狀況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觀察到 就是YouTube上面做電影類的東西 其實我們當時金拿棒 其實是一個電影媒體 因為我們頻道都在做電影相關的東西 對對對 可是因為我們在YouTube上 所以對於電影公司來說 我們還是屬於某一個創作KOL這樣 所以當有一些譬如說 像最近立方不是有去星際大戰的嗎 這種活動可能迪士尼一定是會去邀約 譬如說新聞媒體 然後記者 跟幾個網路上的KOL 那我們只是其中一個選項之一 所以他們可能這次會找超立方 可能下次會找黑羽 然後我們金拿棒跟黑羽 所以我們都是同一個輪流 就是偶爾會 他不會因為我們是電影媒體 所以就每次都找回去 對對對對 那哪一位成員的想法呢 我覺得 每個人做事都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 每個人年齡也不一樣 所以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 當然一定都不一樣 然後我會覺得 如果要經營一個公司 一定要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下 比較好經營 像我們就以上半不要看距離好了 撇開他們去做影片這一塊 他們其實平常就真的是在想企劃 那我們的狀況是 這樣在經營社團 可是呢 經營這東西又一定有一些事情 是一定要做 做到最後可能事情開始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會進入一個比較分工 會比較難分配的狀態 我懂你的意思 我覺得其實這一次的解散不一定是壞事 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可惜 可是不一定要 未來說不定還有機會 對搞不好以後 有一些其他的東西還是可以找 但是如果不解散 可能以後想要合作立約會越來越低 但是就是因為現在已經先剪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之後或許 我們有想到一個別的什麼東西 可能可以做這樣 對 對 那你經營後想要創立自己的團隊嗎 暫時是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 你知道如果我們剛分開一個團隊 自己又創立一個團隊 不好看 這樣子有點對不起吉拿棒 我一直在講 當時要解散的時候 我一直就說 這是我的孩子 因為我真的非常的認真在做這個 大家也都很認真 所以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難過的事情 對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現在馬上就是開一個 欸加點鹹酥雞什麼之類的 然後又一樣的經營模式 然後一樣也是找人來聊電影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太快了 然後也對不起 曾經的自己這樣 所以我們就暫時當然是不會有 可能要過一陣子之類的 明年之類的可能有機會 對就慢慢的再說吧 然後接下來我還 大家都知道部長有個部少 還沒結婚嗎 還沒還沒 有預計想要什麼 快了啦快了啦 快了真的是 這影片什麼都上 太白日 那如果是下禮拜天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那個 狀態會改變 唉唷 那也真的假的 剛好啦 反正你這影片不會先釋出嘛對不對 不會 所以算是你運氣很好這樣子 在現在這個當下還沒 但是下禮拜天就已經 狀態會改變了 這麼剛好 嗯剛好 哇 我真的沒有事先得知這件事情 對啊因為我剛剛才問了一下 所以如果是下禮拜天的話 可以先講 反正他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這部也不會提早釋出 之後典禮界還要邀我啊 沒問題沒問題 一定去一定去 一定去一定去 那剛剛不是要問這個 剛剛問的是 欸當初怎麼認識部手的 當時就是工作的關係啊 之前是在哪裡 之前我的那個MCN是在東叉 東叉 我就剛好遇到他 但一開始其實也沒有說 馬上就說 喔一見終極然後就追 沒有沒有 就是有經過一段時間啊 所以部手也是相關考慮的 他應該說是做 比較是財務相關的東西 管錢的啊 那交往多久啊 到現在的話 一年三年啊 這一年是兩年多 兩年多 巧婚不錯啊 因為我們年紀也都到了 最後了最後了 你有什麼想要 對你的粉絲說的話 其實我的頻道相對來說 成長算是 比較慢啊 比較穩穩 穩穩成成長性 要穩成長性的 對所以我就是一直以來都很 謝謝現在這些粉絲啊 來的人都是 是穩的啦 我覺得我最後想要再問一個 你有沒有推薦的 接下來你覺得必看電影 接下來我覺得 當然一個是星際大戰嘛 對 對然後我覺得最近必看的就是 《婚姻故事》 在那個Netflix上面的 就是由那個 史嘉雷喬韓森 跟這個 亞當崔佛 就是黑武士 開歐人 他們兩個人演的 那部非常好看 然後 他是以前的電影嗎 現在新的 他現在電影可以上那一部 對現在Netflix上會上一些是電影 還有最近一部就是要上的是 《愛爾蘭人》也是在Netflix上面的 那你覺得2019 就是已經放過的電影 哪一部前三名 你會選哪三部出來配給大家 我覺得這一次今年的 比較多是一個收尾 像《復仇聯盟4》啊 你如果拆開說單獨一部 他是不是一部很好的電影 我覺得不一定 但是因為他累積出來的東西 讓他這部電影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會覺得那個重要性 我會把它排名往上 對然後 我還沒有看《星際大戰》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也是有這樣相同的機會 我以為也是一個系列的技術 然後我覺得今年下半年很優質 很多獎項都在超過這個時候 下半年 所以還有一個會是 像《婚姻故事》我會把它擺在很前面 真的假的 對還有什麼 還有《寄生上流》啊 真的耶 小丑咧 小丑也都擺很前面 我覺得這次的這種就是 大家所謂的非商業片 對 今年的表現很好 還有那個吐槽男孩 《雷神索爾3》的導演知道的片 他裡面講說有個小男孩 在紫德國的小男孩 還有幻想出一位希特勒 是他的幻想的朋友 對 內部聽說 目前好像會有口肥腸 然後 你這樣子超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部長 謝謝部長 謝謝招待 好吃對不對 好吃真的超好吃 比較前幾集的來賓 都是反應說 火鍋咧 因為他們想要吃火鍋 之前都是那個 什麼自己做瘦起沙 或者是自己定外食之類的 因為我們會根據來賓來挑 後來發現 喔來賓們好像都喜歡吃火鍋 然後或者是 煎的東西這樣 所以 之後的這趟無情來賓 水產又回來了 水產又回來了 對 好啦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訂閱的喜歡 那記得訂閱部長的頻道 也來來來 然後按照我們兩個的粉絲團 尊重我們兩個的FB 按照我們兩個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